好 另外千金大小姐廖小喬最近積極開拓副業 她跟一些名媛好友自創化妝品牌之外 還當起了設計師幫百貨公司打造千萬元VIP的黃金廁所 那麼最近她又跨足了一文界 現在你看到她可以叫她總編輯 翻開時尚雜誌登著廖小喬大大的照片 戴著亮粉色假髮 黑色方框大墨鏡 這回她可不是代言人 更不是model 最新的title可是雜誌總編輯 是緊張興奮又很惶恐啊 自己有沒有想要做一些怎麼樣的突破 這可以試試爭議性的話題 強調要創新 要獨特 廖小喬第一次做總編輯就要顛覆一文界 因為小喬她每次在做一些事情 她的思考 邏輯就很怪 然後很跳躍的事 要做就做得不一樣 雜誌要比別人大本 雙手才能捧得穩 封面還請來徐若萱當事看好人物 整個強勢就非常的大膽 她會在美國發行 那我們每一個人就要好好的表現 有美女當然也要有型男 還請來伍佰 徐昌德 詹仁雄 蔣有波 連哥哥廖正翰都出動 可說是巨星名流雲集 向來是時尚派對常客 微風小公主廖小喬 努力擺脫千金嬌嬌女形象 不但自創化妝品牌 為百貨公司打造千萬元VIP廁所 現在更跨行當起時尚雜誌總編輯 立志要成為第一本走上國際的台灣雜誌 中天新聞 楊申中 陸一 台北採訪報導